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加拿大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在国际会议上对中东局势发表的重要言论 他强调了中东和平的迫切需求,谴责了无数平民的死亡 并呼吁各方放下武器,追求持久的和平解决方案 然而,特鲁多的立场却引起了争议 因为他在谴责暴力的同时未能明确谴责以色列的行为 让许多人感到困惑 同时,我们还将关注加沙逃难者在申请加拿大签证过程中面临的困境 一位名叫Rim Eliezeri的女性分享了她艰难的逃亡故事 她的家人仍然在等待签证,与她的重聚充满不确定性 尽管加拿大承诺接纳更多的加沙人 但申请过程却进展缓慢,让无数家庭的希望变得渺茫 今天的节目将深入这些重要话题 让我们一起思考和平的价值与人道主义的责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巴黎的秋日微风中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的声音如同一盏明灯 照亮了中东动荡不安的天空 他在法语国家峰会的最后一天 发表了引人深思的言论 猛烈抨击中东地区无数平民的死亡 并呼吁各方携手共创和平未来 巴黎的会议厅内 来自全球的领导人秉席宁神 倾听特鲁多的话语 他毫不犹豫地指出 哈马斯、真主党和以色列都应承担这些悲剧的责任 特鲁多的发言距离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一周年仅有两天 这场袭击不仅引发了加沙地区的新一轮战火 还挑起了以色列与真主党在黎巴嫩的持续对抗 无数家庭在这场永无止境的炮火中失去亲人 孩子们的梦境被恐惧取代 特鲁多强调以色列有权自卫 尤其是在面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威胁时 但他也敦促所有涉事方放下武器 寻求和平的两国解决方案 特鲁多的呼吁在国际间引起轩然大波 有人赞扬他勇敢地站在和平的一方 但也有批评声音认为他未能明确谴责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这种唯妙的平衡让人不禁质疑 在这场无辜平民沦位牺牲品的冲突中 我们应该如何解读这样的政治言词 在这些政治阴影的背后 是那些无法选择命运的普通人 他们的痛苦与悲伤是任何国际会议中的冷静辩论所无法掩盖的 在同一片天空下 Rim Eliezeri的故事如同在战火中绽放的一只鲜花 令人心痛 在加沙这片战火连天的土地上 他和家人踏上了一条艰辛的逃亡之路 从加沙到埃及 再到加拿大多伦多 每一段路程都充满挑战 他的父母依然留在开罗 陷入漫长的签证等待之中 Eliezeri满怀愧疚地说 我心里一直想着我的父母 即便远在加拿大 他依然无法摆脱这种痛苦的思念 Eliezeri的兄弟Hani Abishmar 在加拿大的临时居留计划启动之初 就为家人提交了申请 九个月后 父母依然被困在开罗 面对着不确定的未来 这些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困境 而是数千名巴勒斯坦人共同的命运 在加拿大 承诺接纳的五千名加沙人中 只有三百多人成功抵达 无数的申请者被困在无法预期的等待中 加拿大自豪地以接纳世界各地的人士著称 然而 对于加沙人来说 漫长的签证申请与充满变数的等待 让希望显得遥不可及 移民律师指出 加沙家庭的等待时间异常漫长 或批的少量签证与乌克兰计划形成鲜明对比 这样的政策不仅延误了亲人团聚的希望 也让那些已经历经磨难的家庭无所适从 当我们倾听Rim Eliezeri 从加沙到开罗 在到多伦多的旅途时 他的声音中充满着不安和无奈 这段路途如同一场无穷无尽的试炼 考验着他们的耐心与勇气 对于那些已经成功逃到埃及的加沙人来说 生活如悬在半空 依赖着微薄的积蓄与捐款 却得不到应有的政府服务 他们如同漂泊在外的孤州 在风雨中颠簸着等待曙光 特鲁多的呼吁 在这样的背景下越发显得急切 他在巴黎的言辞不仅是对中东局势的深刻反思 更是一种对未来的期许与渴望 他声称只有通过对话与合作才能实现持久的和平 在结束峰会后 他将返回加拿大继续推动和平倡议 他的言辞将成为未来行动的风向标 激励更多人为和平而奋斗 特鲁多所描绘的和平图景 对于像Elyzeri和The Bushmark这样的家庭来说 是一种希望 也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 他们在不确定中等待 期待着终有一天 所有的武器会放下 所有的家庭能团聚 所有的孩子都能在和平的环境中成长 这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 但只要有信念和勇气 终将迎来和平的晨曦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特鲁多呼吁和平 谴责中东无数平民死亡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 特鲁多在巴黎的法语国家峰会上 发表了一番呼吁中东和平的言论 他强调需要解决当前中东冲突 表示哈马斯、真主党和以色列 都有责任对无数平民的死亡负责 特鲁多的这番话 是在黎巴嫩的战争升级的背景下发表的 并且恰逢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一周年前夕 这次袭击引发了加沙地带新的战争 并导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加剧 特鲁多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 但同时强调各方应该寻求和平的两国解决方案 特鲁多的言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有些人批评他未能明确谴责以色列的行为 但是他强调只有对话和合作才能实现持久的和平 加沙人等待加拿大签证的困境 Rim El Yazarai的故事反映了从加沙逃离 并寻求加拿大庇护的困难 他在战火中从加沙逃到埃及 最终抵达加拿大 然而他的父母依然滞留在开罗 等待加拿大签证 这反映了许多加沙人面临的困境 尽管加拿大承诺接纳5000名加沙人 但签证处理进度缓慢 目前仅有698份申请获批 超过4200份申请仍在等待 许多逃到埃及的加沙人生活困难 无法获得基本的政府服务 这种情况对于那些在加拿大有亲属的加沙人 尤其令人痛苦 因为他们渴望与家人团聚 加拿大政府表示 在促进这些签证的过程中面临挑战 尤其是如何安全地让人们离开加沙地带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特鲁多的呼吁无疑是一种必要的声音 尤其是在中东地区长期陷入战火的不安时刻 他提出的和平倡议和谴责平民死亡 是对人道主义的响应 无论是以色列或哈马斯 任何暴力都应受到谴责 特鲁多的立场符合加拿大一贯以来的和平外交政策 这是加拿大在国际社会上的一个重要声音 特别是在此刻人们更需要一个正义的声音来呼唤和平 特鲁多虽然呼吁和平 但他的言辞过于模糊 似乎在回避对以色列行为的直接谴责 如果他希望成为和平的倡导者 那么应更明确地指出各方的过错 而不是一味追求平衡 中东冲突的复杂性需要更深刻的理解和更坚定的立场 否则他的言辞只会沦位空谈 无法对冲突方产生真正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特鲁多在巴黎的发表可谓是一场呼吁和平的中东旋风 他一边谴责了哈马斯 真主党和以色列的暴力行为 一边又提出了两国解决方案的期待 这种霍西尼式的讲话就像是两边讨好双方的外交艺术 特鲁多的话语让许多人拍手称赞 但也免不了有人翻白眼 因为他似乎对以色列的行为少了些直接的谴责 这番言论恰逢哈马斯席集一周年的前戏 让人感觉他是在向各方发出一个微妙的信号 大家都别打了 放下武器聊聊怎么和平共处吧 他的话语就像是在战争的狂风暴雨中点燃的一根小蜡烛 虽然微弱但也让人看到了一丝希望 然而 特鲁多的呼吁在实际操作中可能面临不小的挑战 因为在中东这个火葬场 和平的实现往往比登天还难 尤其是在无辜平民成为最大受害者的背景下 如何让交战各方放下成见 坐下来谈谈 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课题 无论是以色列的空袭还是哈马斯的火箭攻击 最终遭殃的都是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特鲁多的话语就像是对道德的一次召唤 但在现实中 这样的召唤能否真的引发行动 还有待观察 在这场国际关注的峰会上 各国领导人纷纷表达了对中东局势的担忧 这让人看到了一丝外交协调的曙光 但问题在于 这些领导人的担忧会不会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还是能够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国际社会的责任在于如何找到一个 让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这无疑是当前全球政治的一大考验 特鲁多的呼吁不仅仅是对和平的期望 更是一种对人道主义的捍卫 这对于那些在战火中失去一切的家庭来说尤为重要 转到一个充满希望和困难的故事 Remail Azorai的逃亡之路 他从被轰炸的加沙城逃到加拿大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移民故事 而是一次勇敢的逃生 他和家人在多伦多努力适应新生活 而他的父母仍然被困在开罗等待着加拿大签证 这个家庭的故事如同千百万加沙人挣扎求生的缩影 他们的命运被签证审批的速度所左右 加拿大政府承诺接纳5000名加沙人 但实际上流程缓慢的让人心急如焚 许多人在等待中焦急的瞭望 他们希望能与家人团聚告别战火生活 然而加拿大的签证处理似乎被程序官僚拖慢了脚步 这让人不禁怀疑政府的效率和诚意 这些加沙人 他们的生活如同悬在半空中 缺乏工作 医疗及其他基本保障 这种不确定性让他们倍感压力 对于Rim Eliezerai和他的家人来说 这是一场充满挑战的旅程 特鲁多的呼吁和加沙移民的困境 让人看到在国际政治和人性光辉之间的落差 加拿大政府应该加快处理这些签证申请 让更多人能够逃离战火 开始新的生活 毕竟在和平的路上 快一步就意味着少一分痛苦与失落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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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